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曹哥书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韩国惊悚片 名字叫做《强花红莲》 故事一开始,姐姐莲花带着妹妹红莲 跟着父亲一起来到了一处别墅 与继母一起生活 然而他们姐妹俩都不喜欢继母 继母也看不惯两个姐妹 继母对着两个姐妹一顿冷嘲热讽之后便离开了 妹妹红莲生心胆小 总一心房间里某处藏着一个人 她听到衣柜里有声响 又看到门开了 她很害怕 于是她便去找姐姐强花 想要跟姐姐一起睡觉 于是姐姐保证妹妹两人相拥而睡 第二天强花被噩梦惊醒 就在那一瞬间 她竟然看到了一个身穿黑色 披头散发的女鬼 以奇怪的姿势向她走来 女鬼双腿之间还流着鲜血 她害怕极了 结果又醒了过来 原来是个梦中梦 那鲜血其实就是妹妹来大姨妈了 这位两人洗完床带人晒起来之后 就一起趴在阳台上说笑 这时两人注意到了继母养的小鸟 红莲说了一句 把她杀了吧 而强花也没有说什么 之后强花就去仓库里 寻找妈妈的遗物去了 这时画面突然一转 红莲去找姐姐一起收拾母亲的遗物了 过程中 强花看到了红莲手臂上的伤痕 她们妹妹是谁弄的 妹妹又委屈 又犹犹豫豫的 不敢多说什么 于是强花去找继母理论 而继母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说不听话就要打 这副模样彻底激怒了强花 两人由此彻底成了仇家 没过多久 继母的弟弟和妹妹来他们家中做客 晚上他们送走了弟弟妹妹之后 父亲却发现 鸟笼里的鸟死掉了 看见鸟死后的继母 直接怀疑是红莲杀掉的 二话不说 就去找红莲 准备好好教育她一顿 她在红莲的房间 看到了与丈夫的合影上 自己的脸被撕掉了 继母更是生气 她把红莲关在了衣柜里 这事可能是由于姐妹的心灵感应 她感受到了妹妹的危险 立即冲过去救出了妹妹 并生气地拉着妹妹去和父亲讨个说法 只是父亲对于强花的大声喝泽很是无奈 之后她喊了一句 你妹妹早就已经死掉了 这是强花缓缓看向了身边惊魂未定的妹妹 不相信父亲说的话 第二天一大早 强花发现继母正在狠狠地抽打着一个 满身鲜血的麻袋 强花听到了叫喊声 并顺着血迹去寻找 找到麻袋之后刚准备打开 只见继母提着一壶开水走了过来 强花先是灵活地躲过了继母 不过后来继母占了上风 她一下把强花打晕过去 之后等强花再次醒来之后 她睁眼 忽然发现继母竟然正准备 举起一个雕像砸向她 幸亏这时父亲来了 抱走了强花 强花询问红莲的下落 而父亲什么都没有说去走了 只给强花留下了两瓶药和水 之后父亲再回来的时候 竟然带回了另一个 与继母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 这个继母喊着强花 强花此时凌乱了 自己到底是谁 原来这一切都是强花幻想出来的 强花患有严重的人格分裂症 至于红莲和母亲 都是她的人格而已 但是当天晚上 继母的家中闹鬼了 那只鬼就是强花的亲生母亲 当年由于丈夫出轨 她一时想不开 便在衣柜里自杀了 而红莲在救妈妈的时候 衣柜翻倒在地 她被重重地压在了衣柜里面 继母看到了这一切 她本想下楼喊人帮忙 不过由于强花的态度 继母一气之下选择视而不见 强花没能救红莲 红莲便活生生地 被闷死在了衣柜里面 这件事对强花造成了 严重的心理伤害 她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于是自此之后 强花便患上了人格分裂症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切意外都事出有因 一切罪恶都有其根源 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的曹哥说电影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或分享